自律神经失调会造成体内平衡机制出现问题 进而引发睡眠障碍 想要睡得安稳 必须找出问题关键才能解决困扰 自律神经检测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外接一个生理讯号 比如说皮肤导电度啊 心跳变异率啊 或指温啊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检测病人 他的生理状态是在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 或比较放松的状态 那很多都是用心跳变异率来看说 那个自律神经到底有没有在平衡的状态 这台小小的仪器 就是检测自律神经状态常会使用的生理回馈仪 将侦测器置放在病患手指 手掌以及胸腹等部位 藉由回馈仪呈现出来的讯号 可以得知病患的生理变化 心理师会设计几个题目 来观察受试者在面对压力时的反应 以及是否有放松自己的能力 那第一个部分是我们传统上 我们在心理学的实验里面 我们叫一个叫做Stroop的一个作业 那那个作业的话其实就是说 我看到字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看到颜色字的时候 我们会对字意做反应 那我们反而就是相反 我们要请他就是压抑对字意做反应 就是去讲字的颜色是什么 那这时候个案就比较容易产生一些比较紧张 有压力的反应这样 那做完之后我们就请他放松 测试时 从生理回馈仪所反映出的讯号变化 发现病患因紧张而手汗变多 浮温下降 吸管也跟着收缩 呼吸也变得混乱 当测试结束后 生理讯号回复情形并不理想 代表其自我放松能力较差 接着心理师又请病患算算数 测试结果跟第一次差不多 最后一个测试 则是请病患回想最近一次失眠的状况 以进一步了解其睡眠情形 那这个的部分是回想 失眠的经验 你会发现说相较于前面两个压力 比起来这边的压力反应是比较大的 整体瘤它的状况变高 然后这个血管的部分 也比前面几个压力反应来得更窄 呼吸也更混乱这样子 然后这是最后 就是你再放松回来的 那整体来看你会看到说 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 其实跟前面这边相较起来 你的很多的生理现象 都没有办法回到几段期 透过生理回馈仪 能帮助医师及心理师 更了解病患的状况 并且推估 交感及副交感神经活动的情形 有助于协助病患重新找回健康